我女朋友有一个哥哥 每次见面出手都极为阔绰 不是新出的包包就是新款手机 我起初并没有在意 毕竟一起去见家长的时候这位哥哥也在 直到我偶然间在他的车里看见了一个项圈 上面写着 茉莉 我亲爱的狗 而茉莉 是我女朋友的网名 第一次见女朋友口中所说的哥哥时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女朋友家里并不是特别有钱 只能算得上小康 可他的哥哥一出手就是最新发布的手机 还是顶配版 递给女朋友的时候还满脸的温柔 直到聚会结束 我才向女朋友询问关于他哥哥的事情 以哥看起来很有钱啊 女朋友顿了一下说道 没有吧 是他们老板对他们好 时不时地发点福利 我没有多怀疑 接着说道 那他们公司确实不错呀 是哪一家呀 女朋友笑了笑 用他的信任眼望着我 我相信以老公的能力找到的工作一定比他更好 我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 我女朋友一直是这样善解人意 我女朋友柳如烟绝对是女神级别的存在 肤白貌美大长腿 看人使眼睛湿漉漉的 像是小鹿一般 我就是被他这双眼睛所俘获的 那时我们还在同一所大学上学 我打篮球时不小心撞到了他的头 他便一下摔倒在我的面前 在抬头时他的眼睛就对了上来 当时只觉得干净 透亮的没有一丝杂质 只是一秒我就知道我自己沦陷了 后来我开始追他 宿舍里的儿子都在劝我 作为校花级别的美女 追他的人不在少数 就不要再白费力气 我仔细审视了一下自己 身高183 经常打球 身上也有肌肉 算不上富二代 但家里也有一点小钱 如果努力努力 还是有点希望的 于是在我坚持不屑下 大二的时候终于将他追到了手 现在毕业 我也开始给他准备一个盛大的婚礼 见家长那天 正好遇见了他哥哥回家 手里也提着大大小小的礼物 在门口撞见我们还笑了一下 听说你们今天要来 我特意来看看 我看着他手里拿着的东西 心里还是有点开心的 毕竟受了大舅哥的重视 说明他们家里还是比较满意我的 刚刚到女朋友的家里 他们父母就热情地从屋子里迎了出来 可这个热情似乎是给大舅哥的 而不是给我的 他们上前接过大舅哥手里的礼物 眼里的炽热压都压不下去 我刚想上去打招呼 他们就变了脸色 对我似乎很不满意 我其实也理解 毕竟谁家第一次见女婿是高兴的 可进了屋子 他们依旧不搭理我 好在女朋友挽着我的手臂 轻声安慰 他们就是有点挑 你好好表现就行了 有了女朋友的鼓励 我就卯足进的表现 甚至看见没有准备饭 还打算进厨房帮忙 这时女朋友的妈妈挥手 将我往远处指了指 这里你不需要你 你赶紧出去坐着 看见她妈妈态度有所转变 我也高兴地坐下来和叔叔说话 叔叔的态度还是很冰冷 说一句接一句 没有半点认可的意思 我能够理解她的心情 于是小心地讨好着 就在这时 厨房里传出了阿姨的声音 博达 没有葱了 你去超市帮我买点吧 博达就是女朋友的哥哥 他答应了一声 拿起钥匙往处走 我看见了就赶紧跟上 我也去我也去 他掀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然后点了点头 示意我跟上 逃脱开压抑的环境 我瞬间呼出了一口气 只觉得外面的空气都是新鲜的 看我这样 大舅哥笑了一下 怎么 觉得喘不过气 我尴尬地笑了一下回应道 也不是 就是不知道叔叔阿姨的喜好是什么 相处起来有点困难 没事 一点一点来 说着 就走到了他的车前 我瞬间顿住了脚步 我去 这款劳斯莱斯是限定的吧 他笑了一下 阻拦我上副驾驶 这是我老板的车 不忙的时候我可以开一开 副驾驶是他拉老婆的地方 他老婆比较挑 不太方便做人 我点头表示理解 开了后座的车门坐了上去 没吃过猪肉 也见过猪跑 我打开了车门坐在了后车位上 不是就买根葱吗 怎么还得开车呀 他笑着把车开出了车库 这不是你来了吗 我妈让我多买点好的 遇到红灯他一个急刹车 一个东西从座位底下滚了出来 我低头一瞅 试个项圈 嘶 这老板玩得还挺花 我想在塞回座位下面的时候 摸到了上面的字 出于好奇 我悄悄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 茉莉我亲爱的狗 瞬间 我胸口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因为茉莉是我女朋友的网名 从大学一直用到现在 这让我的思绪忍不住发散 难道说 我的女朋友和他们老板 有什么私密的关系 大舅哥从后视镜里 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你放好 别让我老板发现啊 我把手里的东西按下 摇头假装镇定 嗯 刚才滚出来的一个瓶子 说着我就用手机 将相圈上的字拍了下来 接下来一天 我都像失了魂一样心不在焉 就连叔叔阿姨后面态度转变 都没有让我有一丝安慰 女朋友似乎察觉到我的不对劲 小声问了好几次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跟我爸妈都说过了 不会为难你的 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工作上又有什么事情啊 你要是忙的话 我给爸妈说一声 咱们就先走 你别不说话呀 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了 我对上她温柔的眼眸 心里就生出了愧疚感 或许只是一个巧合呢 女朋友柳如烟 在与我交往的这几年里 都称得上是一个完美的恋人 不知体贴温柔 在学校的时候还平忧平先过 怎么看 都不会是那样的人 我收敛起了自己的思绪 开始认真应对如烟的父母 可是这件事 就像是种下了一颗种子 不断地在我心里发酵 从那天之后 我就有意无意地观察着我的女友 可她每件事都做得太完美了 没有一件事让我感到不舒服 甚至会主动地 把自己所有社交账号的密码都告诉我 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随时查岗 她越是这样 我内心的愧疚感就越强 直到快要结婚前 我和之前宿舍的儿子们一起喝酒 才把这件堵在心里的事情说了出来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挺不是东西的 人家对我这么好 我还要这么想她 近几日的纠结和痛苦 混合着酒精全都宣泄了出来 可是不想又像是一个魔种 不断地在我脑子里打转 真的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 这些年宿舍里的儿子们 已经对柳如烟进行全方位多次考察 现在的她们也非常认可柳如烟 舍友刚想安慰我 就被一旁的舍友B打断了 柳如烟是不是所有平台的网名都叫莫莉 我点点头 我也曾经问过柳如烟 为什么所有平台的网名都叫这个 她只是说 喜欢莫莉这个花 更有劝君莫莉的意思 为此 我还给她送过好多次莫莉花 舍友B许臣的表情变了一下 说道 伊藤城 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只是一个假设 希望你能稳住情绪 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解决 听到这话我的心就落跳一拍 紧张地看向她 你什么意思 其他摄友看我不对赶紧按住我 转头就对许臣说道 人家都快结婚了 你不要胡说 许臣也皱着眉头 就是因为要结婚了 所以才要排除不稳定因素 说着 她从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打开了一个付费软件 扒拉了两下点开一个主页 摆在我的面前 我立马朝手机上去看 上面是一个遮住脸的福利机 网名就叫莫莉 而她的脖子上 正好圈着那个项圈 上面的字清晰可见 莫莉 我亲爱的狗 我如同遭到重击 看着手机上的屏幕全身僵硬 站在一旁的摄友 一讲尾一把将我扶住 不要乱想 指不定就是巧合呢 许臣并不这么认为 这种事情还是调查清楚比较好 如果真的是误会 我们低头认错 但如果不是 也能及时止损 不然我相信这永远都会是 伊藤城的心病 我也跟着点头 这段时间精神上的折磨快让我发疯 如果不搞清楚 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这是一直没说话的摄友 C里远问道 你们谈了这么久 有没有那个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有些苦涩的摇头 在我眼里 柳如烟一直都是一个完美女友的形象 一开始也奔着结婚去的 在那方面也一直很尊重他 只要他不提 我也不会说 如果我看到的和推测的都是真的 那我这些尊重 就显得非常可笑 平复了一下心情 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开始讨论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确认那个软件上的福利机 究竟是不是我的女朋友柳如烟 其次 确认柳如烟和他哥哥的老板之间 是否有特殊关系 为了不打草惊蛇 我们决定去柳如烟上班的地方堵他 正在分配蹲点时间的时候 沉默许久的许晨忽然开口 你们记不记得大学的时候 也这么蹲过柳如烟 那时候我刚刚开始追柳如烟 他们为了不让我被一时的恋爱脑蒙蔽 专门蹲点去挑柳如烟的错处 可蹲了小半个月 什么问题都没有 反而让他们对柳如烟改观了 许晨接着说道 指不定他周围就有认识你们的人 不如我找私家侦探帮你调查 我思索了一下 他手里的野鹿子多 应该不会被发现 许晨是一个标准的富二代 平时不显山不露水 但在关键时刻总能提供最有力的帮助 我点头的瞬间眼眶有些发酸 他立马拿了个苹果堵住我的嘴 给老子憋回去 我就这样忐忑地等了好几天 在此期间我还有意无意地试探柳如烟 例如 他哥哥柳伯达的公司老板是谁 或者有没有见过他们老板 可每一次都被他搪塞了过去 只是柔柔地和我说 让我不要在意 只要努力 就什么都会有的 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地在大街上冲他吼了出来 可他却一脸惊讶 还不断地安抚我 你不要这么大声吼 我都说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所有人都厉害的 难道你觉得我在敷衍你吗 他冷静地令人发指 甚至声音都没有一丝波澜 在路人眼里 我就是那个情绪暴躁不讲理的人 后来我把这件事在社友群里诉苦 讲委回复道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心理控制叫煤气灯下 他越是完美 就越显得你有问题 从而让你一次又一次地产生自我怀疑 他这么一说 我忽然想起来我们虽然谈了三年的恋爱 但一次争吵都没有 甚至所有人都觉得 柳如烟和我谈恋爱是我捡了一个大便宜 在日常相处时 也是我的姿态放得更低一些 如今想来 难道这些都是假象 我正想着怎么回复 许晨就跳了出来 调查已有结果 晚上八点老地方见 他说的老地方是我们还在上大学时一起去的酒吧 毕业以后 我们就很久没有再去过了 我心里的不安再次升了起来 为什么一定要挑这个地方 在包厢里碰面的时候 大家的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 许晨更是毫不避讳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点头答应 紧接着 他就拿出了视频和照片 我颤着手打开了视频 那是柳如烟哥哥去接他下班的视频 视频中 柳如烟几乎是小跑着扑到他哥哥怀里的 脸上的笑容飞扬是遮掩不住的欢喜 我心头苦涩 柳如烟和我相处虽然温柔 可从不大笑或者失态 我见到的他永远是温柔稳定的样子 就好像 有我没我都一样 视频还在继续 柳伯达将柳如烟搂入怀中 伸手摸了摸柳如烟的头顶 伸手打开副驾驶将柳如烟送进车内 在视频的最后 隔着窗户隐隐约约 能看见他在柳如烟的脖子上带了一个什么东西 两人举止亲密 完全不像是兄妹 我忽然想到什么 只觉得生理不适 他们兄妹之间居然 许晨打断我 柳如烟压根就没有什么哥哥 视频里出现的这个男人 也不姓柳 我差点没有转过弯来 什么 许晨继续说道 他是我市有名的媒体公司老板 专门做直播行业 偶尔也会组织一些慢展 姓季 叫季伯达 我听他说着 整个人都沉默了下来 还有 我叔叔顺着这条线找到了两人最初的关系 季伯达在十年前组建了扶贫专项 对接的第一个人就是14岁的柳如烟 WC 蒋伟直接喊了出来 那时候的柳如烟岂不是还没成年 许晨把另一份资料拿了出来 季伯达是入赘 十年前 他刚刚把自己的生意做起来 就去创办了专项扶贫 而资金的来源一直是他的老婆 我已经逐渐麻木 示意许晨继续往下说 许晨打开了另外一个视频 是酒店前台的监控 柳如烟虽然有意遮挡 但还是能够看见他脖子上的项圈 蒋伟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以示安慰 看我情绪稳定 许晨才把照片一页一页翻了出来 这家酒店的保密级别比较高 我叔叔是买通了保洁 才在他们离开之后进到房间里的 接下来的几张照片 就显得有些不堪入目 洁白却杂乱的床上散落着夫妻间 才会用到的玩具 即使没有见过也能想象这里发生过什么 我忽然笑了出来 即使心脏在不断地抽痛 但我依旧笑了出来 我从来没有一刻觉得自己如此可笑 喉咙甚至都泛出了一丝甜心 蒋伟也看得目瞪口呆 那这孙子图什么呀 这两个狗这么配 来招惹我们伊藤城做什么呀 黎原也在一旁搭枪 对啊 既然他们有关系 那孙子又那么有钱 为什么要招惹伊藤城啊 许晨盯着我 拿出了最后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上 纪波达怀里搂着柳如烟 目光直直地看着镜头 嘴角也似有似无的勾起 像是透过镜头和照片嘲笑我 最糟糕的是 我觉得他已经知道你在调查他了 甚至有可能知道你现在就在这里 我看着照片上他的眼睛 想到在车上滚落出的那个项圈 忽然明白了这一切 人不是一有钱就变坏 而是有钱了才有资本开始作恶 柳如烟怎么想的我不是很清楚 但我十分清楚 纪波达想要做什么 对于某些人来说 对他人的精神折磨是可以获得快感的 而我捧在手心里的女神 视如珍宝的女朋友 如果在某一天突然发现 不过是她的狗 我所产生的痛苦就可以滋养她的快乐 想到这里 我呼出了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既然如此 我又为什么要满足她呢 我会尽快和柳如烟分手 婚礼的一切准备都会暂停 想通了这一切之后 情绪就格外的稳定 蒋伟却说道 不能就这么算了 我点头同意她说的话 不能就这么算了 不管纪波达图的是什么 他们两人的友谊隐瞒和戏弄 都让我觉得愤怒 所以我也有必要做一些行动 李远在旁边出主意 他不是入赘的吗 所有的钱应该都和他老婆有关 把他们两人的事情告诉他老婆 看他们离不离婚 我同意她说的话 许臣的表情却不太好 纪波达已经掌握资金许多年了 即使他老婆和他离婚 也不会对他造成太多影响 我思考了一下补充道 但是可以干扰他 他的钱都是通过入赘得到的 只要他老婆出现问题 就一定在短时间内脱不开身 而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处理好我和柳如烟的事情 及时脱离 蒋伟看着桌子上的资料 如果说平台上的茉莉真的是柳如烟 那我们能不能举报他 许臣摇头 很难 这些网站都建在境外 我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很难举报成功 不一定要举报成功 他不是娱乐公司的吗 只要做了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能干扰到他就是可以的 最关键的是 只要举报成功 那可就是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蒋伟很愤怒 甚至想找到纪伯达直接上去干一家 毕竟 伪装的那么完美的柳如烟 不只欺骗了我 也一样欺骗了他们 我压制着自己 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 大家才离开了酒吧 接下来几天 大家都按计划行事 柳如烟明显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虽然语气同样温柔 但也有着焦躁和不耐烦 你究竟怎么了 最近怎么都不搭理我 我看着他发来的信息 深吸了一口气 分手吧 我们不合适 为什么 我们都快结婚了 我看着他还在尽心尽力地扮演 一个完美女友的时候 瞬间觉得他和正在卖力表演的猴子 一样隐人发笑 你压根就没有哥哥 纪伯达是你的金主吧 对面沉默了许久 才回复道 我们再见一面吧 看我不回复就又说道 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说句实话 我心动了 就算是动机不纯 柳如烟也算给我带来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更何况 谁都不会浪费知道真相的机会 但根据这几天得到的最新消息 纪伯达因为灰产养了不少的大手 如果想要跟他面对面正当 吃亏的就只会是我自己 思考了一下 最终还是定在了一个热闹的街市 许晨知道的时候 往我身上塞了两个定位器 这不怪他谨慎 只能说最近我们了解到的 纪伯达和黑帮老大没什么区别 原本的计划也被打乱重新梳理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刚一下车就被人从后脑勺来了一下 当场晕了过去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黑暗幽闭的房间里 身上只留了一件贴身衣服 其他东西都被扒得干干净净 就连许晨给我的那两个定位器 都不知道被扔到哪里去了 强光打在我的脸上 逼迫我睁开眼睛 逆着灯光 我看见了坐在椅子上的纪伯达和柳如烟 此时 柳如烟正趴在纪伯达的怀里 眼神中充满了炽热 我紧皱着眉头 虽然知道她的过往都是在欺骗我 但看见她这个样子 还是忍不住心痛 胸口痛得如同刀子在搅动 也不知道是为自己还是在为柳如烟 纪伯达看见我醒了 搂着柳如烟的手便更紧了 真没想到你小子还有点东西 我手脚都被捆着 艰难地抬头看着她 只见她故意在我面前摸着柳如烟的身体 眼神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 我努力让自己不因为情绪而失控 怎么 就允许你戏弄别人 不允许别人来报复你吗 靠入坠起家的白眼狼 最近半个月的时间里 蒋伟煽动了纪伯达的老婆和她离婚 李远向税务局举报了纪伯达的公司 而许晨 则托她的叔叔 一点一点挖出了纪伯达的各种灰产 至于我为什么要说她是白眼狼 自然是因为靠着女方起家 发达了就不管不顾 若不是还有利益纠缠 纪伯达早就把原配踢远了 因为举报的个别情节恶劣 已经有不少警察着手调查 想必纪伯达这段时间 也过得并不好受 谁知这句话惹恼了她 她抓起地上的酒瓶子 就冲着我的脑门砸了拐 一瞬间 酒瓶碎裂 残渣飞溅的到处都是 我只觉得脑袋昏沉 一股热流顺着脑袋往下流 我使劲甩了甩 才让自己勉强保持清醒 纪伯达的脸色阴沉 站在一旁的柳如烟明显被吓呆 忽然 纪伯达的脸上露出了一个 猥琐得意的表情 她靠着沙发 用极其轻蔑的语气 冲着柳如烟说道 去 到她身边去 柳如烟给我的感觉很奇怪 明明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抗拒 甚至低头不愿答应 但身体却本能地 往纪伯达的身边靠 纪伯达看见她这个样子 明显有些不耐烦 伸手将她拉到怀里 掐住她的下巴 往嘴里送了一颗药 在看柳如烟的时候 她便两眼空洞 没有任何神采 似乎一切都说得清楚了 再回头去看柳如烟和我相处的日常 说是温柔 更像是没有灵魂的木偶 任人摆布 纪伯达捕捉到了我眼中一闪而过的心疼 抓住柳如烟的头发就送到了我的面前 语气里全是讥讽 怎么 心疼了 你但凡三年间主动一次 都能发现问题 谁知道你是个憨批 最后还要我亲自下场陪你演戏 我压下情绪 语气冰冷 毕竟不是谁都和你一样是个畜生 她显然不为这句话所动 我是个畜生 错了 这叫强者先享受世界 像你这样懦弱无能的人 现在才会像狗一样跪在我的面前 她抓着柳如烟的头发 强行抵到我的面前 你们之间没发生点什么 一定是你的遗憾吧 没事 我这个人大方 不会介意的 而且 你也调查过了 柳如烟十四岁跟的我 是最听话的一个 我再也无法压制内心的愤怒 疯狂地挣扎 可被绳子捆绑住的 我没有办法动弹半分 只能撕扯吼叫 像是一只困兽 纪伯达似乎终于看见了 自己想要的一幕 得意的神情在眉眼间飞扬 她按着柳如烟的头 轻踏 柳如烟因为疼痛迟疑了一下 可看向我的眼睛依旧是空洞无神 她试探地往前撑了撑 冰凉地唇印在了我的脸上 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她也亲过我 只是那时候的感觉是温热的 是辽薄新鲜的 可如今 疼痛似乎麻痹了我的神经 边说着边将手伸进了柳如烟的衣服里 人总是会在自认为 稳操胜券的时候掉以轻心 纪伯达打算逐步攻破 我的心理防线的时候 我用刚开始散落在脚边的玻璃 割开了捆住我的绳套 然后冲着纪伯达刺去 因为经常锻炼 我的肌肉算不上弱 加上突然发难 纪伯达立马被我推倒在地 手上的玻璃也直接刺入了她的胳膊 纪伯达吃痛了一下 一脚蹬向了我 小兔崽子 看夜今天不弄死你 我被踹飞了出去 脊背靠在地上滑行 玻璃滑破了好几道口子 可我感觉不到一点痛 只觉得心脏在胸口像鼓一般跳动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将手里的玻璃握得愈发的紧 也不顾手上的鲜血 再次向她冲去 纪伯达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 从旁边抽出了一把匕首 看向我的眼神依旧是轻蔑的 我真tm讨厌她这个眼神 她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作恶作出优越感来了 这么想着 我就握着玻璃刀向她的门面割去 可能是我速度快 纪伯达的脸被我划伤了一道口子 只不过纪伯达用匕首挡的时候 玻璃刀被敲掉了好大一块 如今纪伯达的眼里也充满了怒气 狗东西 老子当时就不该留你 紧接着就是纪伯达疯狂地反扑 我躲了几下之后体力逐渐不支 纪伯达眼里的疯狂愈发的明显 手里的匕首也越捂越快 最终我心里疑狠 冲着匕首冲去 割伤了胳膊的同时迅速下蹲 将手里的半截玻璃刀插进了纪伯达下体 玻璃刀已经很短了 但剩在锋利 割破的伤口直直地往处流血 我趁着她反应的间隙 立马往远处撤了几步 此时 紧锁的门终于被打开了 查到纪伯达灰产的时间 我们第一时间就选择了报警 不为别的 就为了那些被纪伯达打着扶贫资助的口号 而被贩卖的女孩们讨一个公道 十年前 纪伯达靠着入赘发了一笔之后 便觉得普通上班得到的钱 已经不能满足她膨胀的内心 于是拿着手里的钱 建立了一个扶贫专项的基金会 在收集上来的贫困学生信息中 挑取面容交好的女孩进行特别资助 所谓的特别资助 就是带着未成年的女孩流窜各类商务酒吧 没人能说的亲里面的血与泪 只能说纪伯达在那几年内赚的盆满钵满 而跟着纪伯达的女孩们 不是像柳如烟这样没有自我如同傀儡般活着 就是被药物灌成了痴呆婶 还有一些孤儿 直接被她卖到另一个山沟里 后来自媒体发展 纪伯达更是抓到了互联网的尾巴 开了传媒公司 让那些原本在商务酒吧的小女孩们 都转到了线上直播 许晨除了给我两个跟踪器以外 还在我头发里放了一个小型跟踪器 同时还涂抹了一种特殊药水 能让警犬迅速辨认 而许晨的叔叔在发现纪伯达一系列事情之后 自发地蹲起了纪伯达 在我被打晕的第一时间 他就及时通知了许晨 种种因素叠加 我在刚上了纪伯达的时候 许晨就带着警察找到了这处废弃工厂 门打开的那一瞬间 许晨看着只留了一个裤衩的我笑了 肌肉确实练得不错 全身上下的疼痛像是在那一刻突然蹦发 刚想煽情就晕了过去 在睁眼时 我就到了医院 肋骨骨折 镜骨骨裂 没三四个月都下不了床 纪伯达被逮捕的事情上了社会新闻 在抓捕他的废弃工厂里 还发现了一个小型的制药作坊 制作的主要内容就是迷药 而纪伯达本人则因为不良传播 侵害未成年人 贩卖人口等多项恶劣事件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在一审的审判庭上 我终于见到了许晨那个神秘至极的叔叔 一头利落的黑色短发 白到近乎发光的皮肤 看上去不太像是个健康人类 他伸出手向我示好 你好 我叫秦李 介意我把这个事情写成故事吗 我抬起了打着石膏的腿 麻烦你把我写的英勇点 他只见冰凉 声音却极具说服力 当然 饭外茉莉 我叫柳如烟 也叫茉莉 十四岁那年 我遇见了一个人 他说他可以给我好吃的给我好喝的 还能带我走出那怎么也走不出的大山 我相信了他 于是我真的有了怎么也穿不完的漂亮衣服 怎么也吃不完的好吃的 也真的走出了那高耸的山峰 只是在一个非常平常的某天 平常到我不记得其他的事情 只记得全身的疼痛 那时候的我什么都不懂 也不懂得命运开始变得残忍 从那以后 全身疼痛这件事便经常发生 因为我听话 所以那个人还会送我去上学 因为我听话 所以我的父母也被招进他的公司工作 甚至还攒钱买了车和房子 因为我听话 所以很少用药 我见过前一天机灵的妹妹一晚上便变成了痴呆 我也见过她将女孩当牲口一样 卖给另一个山沟的人 我读的书越多 我就越明白我所做的事是多么不堪 我逃过 也试过报警 可结果就是暗无天日的房子和无尽的殴打 为了让我更听话 我被强行灌药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药 我只知道吃完以后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每天都要练习 面带微笑语气轻柔 不能生气 要拼命讨好 那人说 茉莉 茉莉 你劝君茉莉 才会有好日子过 后来 那个人说要看一场戏 便让我挑一个大学生谈恋爱 我真的是随意挑了一个 他叫伊藤诚 是一个很阳光的男孩 他经常对我说 我爱你 可我真的不明白爱究竟是什么 只能轻声应和 其实除了那个人的命令以外 我挺喜欢和他在一起的 真的 因为总有那么一瞬间 会让我觉得我是一个正常人 后来那个人为了控住我 为的要越来越多 我也时而清醒 时而混沌 最后的最后 我便来到了戒毒所内接受治疗 前两日伊藤诚还来过一次 他说 他快要结婚了 希望我出去之后可以参加一下 我笑着答应 可我说谎了 我不会去见他的 他如同一个英雄一般降临 像我这样活在下水沟里的老鼠 就应该离他远远的 越远 越好